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担负起了为人类探索新航道的重任 在十月革命胜利最初的几年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严峻的形势与挑战 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战中创伤 结贷医治 帝国主义阵营的包围和封锁等等等等 内忧外患中为了应对紧张局势 苏联快速组建了苏联红军 红海军和空军 并且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通过渔粮收集制和工业国有化的措施 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保障了国家的稳固和安全 这里说一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渔粮征集制就是通过用少量货币和工业品 从农民手中收集农产品 以保证红白钩会的顺利表演 同时对工业进行高度集中管理 进行工业国有化 将力量集中起来 商业上限制流通 对物资进行统一的国家公配 推行不劳动者不得失的义务劳动 在社会各个层面上 将有限的力量集中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但是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 只是集中力量半大时 这并没能发展生产力 因此在1921年 战时共产主义陷入危机 列宁承认了政策的失利 并推行了新经济政策 停止了对私人资本的排挤 鼓励商品的生产和流通 实行自由贸易 减轻农民的经济压力 鼓励农民发展自己的私人经济 这些措施成功地让苏联经济流动了起来 使得苏联的经济迅速发展 生产力得以提升 同时把商品货币市场机制 引进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里面去 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 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1923年11月20日 列宁在苏维埃全会上说 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将来 或什么抽象的幻影 新经济政策的俄国 将会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这是列宁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说 在第二年的1月21日 这位奠基者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 俄国的诞生燃尽了最后的经历 而他的继任者 是以形式强悍果断而文明于世的政治强人 如今活跃在鬼祝区元首口中的 在斯大林看来 处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的苏联 想要保证自己的独立与完整 必须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尤其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 而发展工业的重担 就再度落在了俄国农民的头上 因此一方面斯大林通过抬高工业品价格 用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优先发展重工业 另一方面通过农业集体化 发展成规模的大规模现代农业 同时为了控制轻重工业规模 有目的和倾向性的增加生产力 苏联开创性的发明了一种新的经济体系 1929年5月 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 讨论的内容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有国家用全面而系统的方式 规划自己的发展进程 将历史的进程与个人的奋斗有机的结合 从而诞生了那璀璨夺目的工业火花 与此同时的欧洲与美国却发生了大偏差 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 充分暴露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 看不见的手失去了自己昔日的魔力 而苏联计划经济者看得见的手 却趁此机会发挥了自己的威力 关于经济危机的话题之前节目中有详述 这里就不再赘述 1932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 苏联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 1937年 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 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 越聚欧洲第一 世界第二 两个五年计划期间 苏联共建成6000多个大企业 建立起飞机 汽车 化工 重型和轻型机器制造业 1937年 苏联机器进口比重 仅占国内需求的0.9% 基本停止外国设备的进口 工业生产总值比1913年增加了近7倍 在世界工业总产之中 所占比例从1913年的2.6%升升到10% 同时基本实现农业集体化 与普及初等义务交易 涌现出许多世界级成就 比如瓦维洛夫的作物种类演化理论 其奥尔科夫斯基的火箭理论 库尔恰托夫设计制造的 第一台回旋加速器等等 还涌现出高尔基 奥斯托洛夫斯纪委代表的 一大批文学巨讲 两个五年计划大大的增加了 苏联的综合国力 为抵御援手的台风 弃展了元气 1945年4月30日 苏军攻克纳粹德国国会大厦 敲响了第三帝国的藏中 而在此之前的2月 美苏英三国首脑在亚尔塔举行会议 商议战后世界格局 苏联再一次凭借自己的国力和巨大牺牲 成为了受人尊重的大国与强国 1946年3月 已经下野的英国中唐丘吉尔 在美国发表演说《铁幕降下》 1949年 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以恐怖的军事 抑制了世界大战的可能 第二年 中苏友好同盟付出条约签订 三年后 156工程启动 中国和苏联进入蜜月期 1953年3月5日夜 斯大林逝世 他留给世人的 除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霸主外 还有身后数不清的逝世非非 丘吉尔曾经这样形容他 斯大林是一个世上无出其右的大独裁者 当他接手俄国的时候 俄国只有木铃 而当他撒手人环时 俄国已经拥有原子弹 而之后接掌俄国的 是后来因为玉米和皮鞋 而被人们熟知的赫鲁晓夫 在赫鲁晓夫时代 计划经济体系所带来的指令性 和体制僵化弊端开始出现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他玉米养耗的由来 因为盲目地推行玉米养殖 不考虑基本法和环境气候的影响 导致农业欠收的悲剧 只是这时候的俄国 已经失去了能力挽狂澜的英雄 而之后 随着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复苏 潜藏在俄国人心中的大国情节 终于带着这部失控的巨兽 冲向了一个名家阿富汗的地方 正如网上流传的一句话 苏联的诞生是为了点醒中国 苏联的成长是为了指点中国 苏联的兴旺是为了帮助中国 苏联的灭亡是为了警示中国 曾经的我们共同为一个理想奋斗过 曾经的我们都保受国破家亡 惨遭侵略的苦果 曾经我们是并肩作战的十有兄弟 而今天 克里姆林宫上却再也看不见 那曾经属于那个和我们爱恨纠葛国家的旗帜 越过千年漫长的俄国历史 一位为大地伟人 君主领袖为这个民族注入了自己的特点 但共同的一点是 他们都不约而同的选择顺应了历史的进程 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属于自己的改变 到这里为止 俄国的六期节目到此结束 下期节目 跟随诸葛走进脚石棍的诞生 我是诸葛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我们愿意更多的观众一同 拨开被封杀掩埋的历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